文华东方终于来了 耗16年打造的台北文华东方酒店总算开幕了 欧式古典建筑处理零硬大道 这家全球顶级酒店拿下超六星饭店评价 到底有多奢华 走跟着我一起check in吧 走进大厅 气派的水晶吊灯 白色圆拱门廊 透出典雅华丽的贵族气息 不过空间似乎小了点 原来酒店根本没打算让客人在大厅广众下check in 所有房型都是由专人引进房办理入住手续 还有贴心的管家服务帮忙整理行李挂衣服 客房门墙也暗藏玄机设置礼宾柜 把皮鞋放进柜里 管家从门外取出免费擦鞋 在房内按下需求按钮 讯息立刻传送到管家随身携带的iPad 细腻服务可说是全台No.1 别以为我住的是高档套房哦 这间只是标准房 就有超大的17屏空间 房里装点水晶吊灯 大礼石桌 牡丹花皮雕墙面 连卫浴间洗手间衣帽间都有独立大空间 沐浴用品是法国香氛品牌 房间配备有胶囊咖啡机 知名品牌茶包还提供文具组滚衣桶 保险箱里还放上首饰盒 上床也有惊喜 开关就在身旁 躺在床上就可操控 对了这张床可是席梦思床点 住一晚当然要花大钱 手头吃紧也没关系 酒店里有六家餐厅 来这里吃顿米其林主厨料理 只要新台币千元有早 这家Dankoto餐厅主打意大利乡村料理 传统家常风味却有时尚摆盘 边用餐还可边欣赏米其林主厨的料理秀 法式餐厅Coco更妙了 集合餐厅、沙龙、书店、甜点方 跟香水铺一地 玩入一趟感官旅程 香水铺里是全亚洲独卖的 阿根廷顶级品牌 吞上台湾限定的香水 浪漫享受法式料理 这一夜格外销魂了 当然文华东方的经典下午茶 也不能错过 酒店找来世界巧克力大赛冠军 Frank担任甜点行政总主厨 在这里享受贵妇下午茶 玩味摩登典雅的空间 可叫人消磨大半天 要获足贵妇饮 少不了做做SPA 酒店的方寮中心占地两个楼层 面积超过千平 提供六十多种疗程 规模可说是台北的饭店里首屈一指 方寮套房还可以办party 文华东方的享乐生活真的超精彩 去年底开幕的韩社爱丽酒店 则是本土精品饭店的代表作 酒店位在信义区的香榭大道 几何建筑体有如大型装置艺术 下榻酒店 服务人员以满怀心意的凤茶行李 逼上台湾好茶款客 酒店里收藏近六百件艺术品 有如当代美术馆 迎宾大厅高悬七十片的LED光板 像A3的纸张飞扬半空中 接待大厅的白桃牡丹 会随着光影幻化姿态 用手机扫描QR Code 立刻出现作品的详细解说 客房里的艺术品设计家具 服务不因房型而大小眼 全都有管家夜窗服务 还默默奉上夜间茶点 人在房内放眼是101窗景 视野角度可说是信义区饭店第一 拉开浴室幕门 视线跟着穿透 泡澡可不会无聊了 细节也很用心 咖啡杯身有不同画作 沐浴备品是英国皇室爱用的H&W 同时提供双色牙刷 客房还有独布全台的对外空调装置 过滤引进户外空气 舒服享受自然风 酒店里的意大利餐厅是Semi Buffet 自住餐台的海蟹 白虾扇背 每天新鲜进货 生菜盘有如冰森菜园 由专人现瓜起司粉服务 一道道主菜有如风景呈现餐盘 还有餐酒车推到桌边服务 加上花园美景提味 美食饗宴格外令人陶醉 最美的视野要算是七楼的空中泳池了 你瞧这一幕销魂的城市天际线 网络101跟信义区都会夜色 你说谁能抗拒这美丽的诱惑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